再來你要擺什麼貢品就隨便你擺 另外還有桃花劍 這個桃花的劍就是小織的這個劍 擺在所有的七金山跟七海的中央 一直放射出去 就繞成一個圓圈 繞成一個圓圈 這個劍可以有108支劍 108支劍 七的倍數 七四十九 七七四十九 七的倍數一到108 這樣子都可以把它繞起來 或者七的倍數也可以 不必用那麼多支劍 七支劍 或者十四支劍 三七 二十一支劍 四七 七 八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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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不太好 總之七的倍數就好 你把它圍起來就對了 或者是說108支劍就圓滿 就更圓滿 你要修大桃花 就要做108支劍 射108支劍 這是屬於大桃花 你要射中桃花 可以少四支九支就可以 你要做這個小桃花 七支就可以 這樣談成有沒有印象 中央燕貢爐代表西米山 四方就是四個咕嚕咕嚕的佛母 向四方射箭 二三四 然後呢 再來 就是八小洲 這個八個八燈 八個燈代表 或者是八斗桃花也可以 但是桃花它會洩掉 你最好去跟那個作詞的 作詞的講 我要八斗桃花用紙做的 用紙做的擺起來也很好 再來就七個燈 七燈用小燈泡就可以 七燈用小燈泡插電 讓它亮起來 紅色的記得一定要紅色的 桃花也是紅色的 然後劍也是紅色的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 也是七杯的水圍繞著 七杯的水代表這個七金山 然後七水 再來就是劍 108 49 這個七的倍數就可以了 這樣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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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想要嫁給他 能夠起到他的精神象徵物是最好 精神象徵物是頭髮 指甲跟皮 當然皮能不能給他薄皮 他如果有磨腳的習慣 那些粉哪來 放在菸供粉裡面 或者一點幾隻頭髮放在菸供粉裡面 一點指甲放在菸供粉裡面 再不行他的舊衣服 剪下一點點放在菸供粉裡面 再不行他的鞋子擺在那裡 底下有幾個粉 那個鞋子上面黏著土 刮下幾個土 放在裡面 他的像這個拖鞋 如果有一點粉刮下來的話 給他放在菸供粉裡面 你們不要拿師尊的 拿師尊的 師尊的心就被你射中了 師尊只有一顆心 沒有很多顆心 師尊的心被你搶走的話 我完蛋了 這幾個都忘心了 就繩子不清了 到處亂創 這個要小心 這個事情 你們做法 男的女的都一樣 男的女的都一樣 再不行 那你寫他的柱子 寫他的名字 寫一張紙條 放進去菸供乳裡面燒了 你每一次修法的時候 然後修咕嚕咕嚕佛母法 這裡唯一不同的 修咕嚕咕嚕佛母法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 念上方咕嚕咕嚕佛母 下方咕嚕咕嚕佛母 八方咕嚕咕嚕佛母 一定要這樣子念 才是十方色見法的 然後點了菸供乳 開始修咕嚕咕嚕佛母的法 跟大家這樣講啦 會不會 會 有清楚嗎 有 有清楚就不要再來問了 因為喔 本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講了一個話 開始就會有問題 那個桃花要多大顆啊 要多小顆啊 粉紅色的可以嗎 他說怎麼樣 紅色就可以 粉紅色的更好 都可以的啦 大顆小顆不要緊 反正108斗桃花 一定要取到的材料 然後 你如果是小桃花方面的 好像是說你在追求某一個女生 那最重要的材料 你東東都沒有 你寫他的姓名 柱子 放進去就可以了 能夠懂得八字的 八字也放進去 那一定更好了 更 目標更加的明確 那麼咒語很 咒語很簡單 OM GULUGULA TRI SOHA OM GULUGULA TRI SOHA OM GULUGULA TRI SOHA 上方GULUGULA 佛母 下方GULUGULA 佛母 八方GULUGULA 佛母 就是要這樣子招勤 那他本身有法力的 他在西空中的法力 非常的 非常的高 當然密教裡面有兩尊 敬愛尊 一尊就是GULUGULA 佛母 一尊就是愛染冥王 一尊就是愛染冥王 我講一個笑話吧 怎麼 初久為什麼有這種笑話 有一天啊 一對蒼蠅母子在吃午餐 兒子問蒼蠅媽媽 為什麼我們每天都吃大便呢 蒼蠅媽媽很生氣的說 吃飯的時候不要講這種噁心的話 要趁熱吃 我告訴大家喔 沙婆世界 沙婆世界 大家都以為 我跟蒼蠅沒有關係 其實 每一個人都跟 都跟蒼蠅有很深的緣分 蒼蠅有很深的緣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吃東西下去 那時候沒有那種廁所 其實我們吃的 跟蒼蠅吃的是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的東西 你以為那個不是那個東西 但是出來明明是那個東西 這是一種生物的一種念 一種生命的一個欠 一個生命的一個欠 是循環的 是循環的 因為這古代沒有什麼肥料 我們用的肥料是什麼東西 我們稱為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就是我們那個村莊裡面 那個農田裡面挖了一個很大的糞坑 那個叫做大學 就裝了很多的糞便 然後尿 那個自然的肥料 就拿那個東西去教 那個才是自然的 天然的最好 用那個去教菜 出來的菜絕對是特別好 我們吃了青菜 你說 就是用那個東西出來的 天然的肥料出來的 所以那個就是食物鏈 這種一種型環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蒼蠅 是一樣的 如果以古代來講 現在因為發明那些飼料啊 什麼東西 其實飼料是 那些食料啊 都是 都是有問題的 都是有問題 都是化學出來的 像現在什麼破尿酸啊 還不是用尿往臉上潑 當然我講的是不對 大家聽聽就好 我們知道這世間上一個輪迴 輪迴就是一種苦的 我們修咕嚕咕嚕咕嚕佛母的法 可以往生到咕嚕咕嚕佛母的淨土 它那個淨土啊 就是超出三界之外 超出三界之外 所以它本身來講也是非常的一個很高的很高的淨土 它的淨土在一個岩洞裡面 在一個洞庫裡面 裡面就是它咕嚕咕嚕佛母的淨土 超出三界之外 我也常常講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精神病犯 這裡 有一個人懷疑妻子精神有問題 便去請教精神科醫生 他告訴醫生 他總是害怕 衣櫃裡面的衣服被脫掉 醫生就問 你怎麼知道呢 這個先生就告訴醫生 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 妻子告訴我 他顧了一個男人 蹲在衣櫃裡面看著他的衣服 醫生就講 我懷疑你有精神有問題 他懷疑來告訴他的精神有問題 這個沙佛世界 都是殘缺不全 都是殘缺不全 都是精神有問題 都是六道輪迴的苦 都是在苦裡面的 所以我們修咕嚕咕嚕勒佛母的法 不但可以得到最珍貴的東西 而且能夠超盛的往生到咕嚕咕嚕勒佛母的佛國 而且咕嚕咕嚕咕嚕佛母的佛國呢 他就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就在西方極樂世界 妻子整理房間的時候 發現了一張丈夫 跟一位陌生女子的合影照片 便性問丈夫是怎麼回事 丈夫不以為然地說 這是五年前和女友的合影 我早已跟他斷結關係的 妻子大聲地講 難道我去年給你持的毛線衣 五年前你就穿上了嗎 這個可以去看那個大稻辰 大稻辰 因為他穿越時空 那穿越時空